董明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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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经有位隔离的员工 因为不小心得了感冒 身体非常的虚弱 但是为了不影响工作 这位员工坚持带病上班 因为太劳累的原因 结果猝死在岗位上 再没有醒过来 员工猝死的时候 董明珠正在国外出差 董明珠知道事情后 立马下出了第一道指令 不惜一切代价救活这位员工 哪怕花再多的钱都可以 所以 高层会议之后 董明珠紧接着又下发了第二道指令 立马请北京的重量级专家前来会诊 为的就是从死神手中 将这位员工救过来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董明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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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爺式调集合的还议 董明珠 董明珠 董明珠asm次门有没有爱va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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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